这都说同行是冤家 但我们遇到的就聊不完的话题 一聊又是几个小时 对 我要走了 该下去了 注意安全 我安读这个 现在就有点尴尬了 说好都走了 然后刚刚车没晕了 这上面气温实在是太低了 就是现在倒车 你现在要倒车还是往前走 要倒车 倒车 倒车后面宽不宽 后面还挺宽的 后面是个斜坡 你打着挂在空档里面 你一个脚踩着上车 另外一个脚踩着油门 你把油门加大一点点 然后一下子推到倒档上面就OK了 你骑过同样的 我昨天晚上不是招过你的吗 我去招过 哦 试试试试 好 你像刚才这样试 你把这你就试一下嘛 试试吧 好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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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时间 啊 那山上的路呢就是这样的 然后弯道也有点大 昨天晚上摸黑上来 感觉还没有那么烂 今天怎么一看这个路 显得格外的吧 现在呢全程就是这种碎石子路 坑坑洼洼的 其实走还是可以走 就是有点抖 昨天晚上差点给抖晕了 走酷了 反正这十公里走完 脑袋是晕晕的 耳朵一定是会产生耳鸣的那种状态 路是很宽的 可以看得到 估计明年有可能这条路就修好了 下山还是要开得慢很多 上山的话只管冲 下山这个石头包 一啃着 可以打滑 哈喽现在巧克力呢是在下紫梅牙口的路上 这一路有点颠 然后这会颠得有点难受又有点饿 然后车上呢还有两个朋友 今天新捡了一个徒步的小哥哥 还有队友 感谢巧克力的接送上山啊 不用不用客气干嘛 你们把吃的拿出来吃吧 嗯 然后我们歇一会儿 然后这会儿歇的时间呢 我带大家看一下 上紫梅牙口到底需要些什么样的车才能上去 这个路呢说烂又不烂 说不烂又烂 这辆车随便开的 这个完全没有一点点困难性啊 只是跟我车一样有点陡 这边因为路没弄 所以它的风扇呢是特别大的 车稍微一过就灰尘满天飞 嗯 这辆车也是呈CSUV 那一段平路跑的是赶赶的 然后跟我其他的天天弯弯就是摇晃的 红油红油 不错 快吃吃饼干 去拿 又来了一辆车 看一下 嗯 这个车标我认识宝马 宝马成CSUV 这个应该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它拐的外圈 那边是不是打资美亚哥啊 啊是的 嗯 嗯 20分钟左右吧 10公里 嗯 一共10公里 没有多远了 没问题 这辆车随便冲 宝马五系 现在这边呢是一扇一下 下的是皮卡 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这底盘多高呀 看一下上的 上的就是 这个是啥车呀 反正也是城市SUV 哇哇哇 刚刚哇哇的底盘是稍微比较低的 但还是能够通过 那又上来一辆 这个也是城市SUV 撒牌子又不知道了 反正能通过 这不是城市SUV吧 这是日常的那个什么 我给你看一下 我给你收一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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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车 煮烧牌子 三个人连几个车牌都不玩 好意思 三个肯定也认识 我认识的几款车 反正 宝马奥迪肯定认识 奔驰坦克 还有啥 大众 哈哈哈哈 大众也认识 嗯 哎 有来一辆 看一下 好丢人啊 香港人 我猜它是凯迪拉克 凯迪拉克 凯迪拉克啊 我猜的 嗯 图特 城市SUV 图特款 嗯 通过线很强 完全不要怀疑了 来我们猜一下下电车是什么车 SUV 不是SUV 还能让这来吗 我猜是 我猜是 哪个车多一点呢 我猜是 我猜是坦克 我猜是丰田 哈哈哈 哦 来了来了来了 哈哈哈 是皮卡 皮卡 皮卡来凑什么热闹呀 哈哈哈 哦 皮卡 它是个站推的 嗯 这个声响很大 哈哈哈 对啊 我也感觉到快闪跳了 哎 下来一个 下来都是坦克 是坦克 哈哈哈 你们俩今天邀请我吃饭 你们俩输了 看一下又上哪一辆 商务车呀 别克版的 商务车 这个厉害的呀 七座的 它都能过 还有啥车不能过呢 哎呀 好晒啊 准备走了 吃也吃好了 车也看完了 在这边最多的还是 城市SUV 好像 越野车都没看到几个 三个车都能来 电车都能来 所以什么车都可以过 没什么可怕的啊 只是路上碎十字 稍稍有点多 遥控的有点厉害 泡档坑有点多 其他没毛病 什么车都可以 导航子没压口 就能找到 好吧 我们吃好准备出发了 拜拜